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声有请 谁是战士之星2014年度总决赛主持人魏晨霞 余迈 王月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军营大舞台 谁是战士之星2014年度总决赛的比赛现场 欢迎各位的光临 欢迎大家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三位点评嘉宾 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文琪老师 对军营有着深厚情感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老师 欢迎 脸上永远是战况着灿烂笑容的著名导演 楼乃鸣老师 欢迎楼鸣老师 当然我们还有20位专业评证老师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卓琳 著名导演张伟东 著名主持人唐剑 著名影视演员楚智博 著名歌唱家吕薇 著名曲作家胡旭东 青年金剧演员丁小军 青年舞蹈演员玉米提 青年歌唱演员小曾 著名歌唱演员博文 青年歌唱演员李伟彤 青年歌唱演员张大伟 以及解放军生活 中国军网 央视网 搜狐网 新浪网 腾讯网的媒体朋友 欢迎大家的到来 欢迎各位 那说到我们的本次年度总决赛 是由选拔赛挑战赛 半决赛和决赛组成 今天呢 要进行的是第二场选拔赛 来 各位 我们有请一号选手 来自北京军区空军部队的张帅 身怀绝技 在分赛中 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杂技 既经自作 幽默 滑稽的表演 向所有人传递着他的开心和快乐 年度总决赛 张帅向着快乐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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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是这个演员歌手到了台上 你就不应该再想那些问题了 你就完全地把自己投入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舞台是个很奇怪的东西 如果说你在台上还在去想你的声音 在想你的气息的话 那会带着评委都去关注你的气息 那你如果说只是我想我这首歌的感觉 我要表达的情感的话 你会带动所有的观众都会跟着你的感觉走 上了台之后就忘了 对对对所以我看你在台上表现的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我刚才发现博文老师 有一段的时候你表情比较严肃 刚上场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紧张 所以说在节奏上有一点点的滞后了一点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副歌部分的时候 这个用力不是特别的平均 就是不是很自然 我认为还可以更好 谢谢老师 20位评委老师 来请按键 到底会有个什么样的分数呢 来请看大屏幕 恭喜王阳林的成绩是96.3分 请进入晋级区 有请三号选手 酷爱民族舞的微笑花样美男丁伟一 在上海警备区喷赛中 他舒展流畅 刚柔并级的拼鲜舞姿 画面太美 令人惊艳 年度总决赛 丁伟一 绽放自信 五出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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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丁伟一 说实话 我相信在场我们男性战友跟我很多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他是羡慕嫉妒恨 同样是男人 人家就敢 公然的在公众场合赤裸上身 因为他有资本 是吧 小伙子真是帅 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道谢 好了一段孔雀舞的表演 相信很多的观众 尤其是我们来自海军的这些 我们的女孩们 看的是赏心悦目 尤其是第一排第三位那个女孩子 她的表情分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 瞪大眼睛看 第二个过程 咧开嘴笑 第三个过程 咬嘴唇 这证明你的表演 非常的吸引人 好吧 来玉米提老师 我看得出你眼睛里啊 妒忌 是吧 有什么要对丁伟一点评的 妒忌 跳得很好 但我能看得出来你 并不是很系统的学过呆子舞 你看就是你自己看的 自己去琢磨的 但我能看出你热爱 孔雀舞最早就是男人跳 他们呢 对动作是很细腻 表达情感也很细腻 就几个要素你抓得很紧 我觉得挺棒的 祝贺你 问一下 唯一 学舞蹈多长时间了 其实也就 小的时候 被逼着学过一段时间 但是好像我听说你后来 从事舞蹈 然后包括进军营 好像都跟一个人有关 是的 来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有个桃李贝的节目 我看到一个跳新疆舞的 然后他也是一名军人 你大声地说那个人是谁 他就是刚刚为我点评的玉米提老师 所以能不能那么讲 你是因为他又开始跳舞 而且越来越吃越来越迷的呢 是的 然后也来当兵了 你看看一个小伙子 因为你 重拾了舞蹈 走入了军营 这是什么样的爱 玉米提老师 我特别感谢你 你让我受宠若惊 其次我很高兴 通过我的舞蹈 感染你去热爱舞蹈 通过我这身军装 也让你去走入部队 今天你这个举动 让我觉得 真是很 以我自己为荣 谢谢 你用你自己证明了玉米提老师的价值 而且刚才你也说 歹足的孔雀舞本来就是 应该是男人跳的 大家想不想看两支美丽的公孔雀 这个我们特想看两位的合作 两位用刷量一下吗 我跳一点 然后邀请你 然后最后快结束 我们俩可以合作一下 怎么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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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我们到20位评委老师 为丁伟一打分 来 请按键 到底会得多少分呢 各位 请看大屏幕 97.8分 是本场到现在最高的分数排在第一位 再次恭喜你 请进入晋级区 先请各位刚才看到那样的一个场景 没有人无畏之动容的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舞蹈的魅力 好了 各位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他是二炮工程部队基层一兵 部队不仅教会了他如何做一名军人 还把他从音乐门外汉 培养成了会吹号 十月谱 支月里的音乐家 钟情于交响乐 又擅长女嗓假唱 他是音乐怪才 刘舒涛 在分赛中音乐曲嗨歌嗨翻全场 年度总决赛 音乐怪才 在先热力嗨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在 我不在 一人还存在 简单 梦颇奏 一起来 我觉得自己今天唱得怎么样 很满意 很满意 你自己嗨了没有 嗨了 嗨了是吧 来 这时候要问我们的几位点评嘉宾了 李鹏老师 这首歌大家可能觉得很嗨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但其实这首歌很难 它这个歌里面有很多真假声的转音和切换 其实是非常难的 你的那个在很多转音上 可以加一点那个假声的东西 现在可能真声的东西过于多了一点 来 博文老师 把那个稍微有一点点随便的那种 再往回归指归指 变得帅气一点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你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博文老师 刘初涛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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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参加那个 就是国庆大阅兵的时候 他是分场的排练指挥 对 而且是分场指挥的闭角 是的 非常棒 不简单 非常重要的位置了 对 这就是我们军营当中 有很多是这样的战士 入伍之前没有机会学习 但是到了部队之后 学到了很多很多 他们自己可能都想不到 我听说在出赛之后 你的名字不是指挥了 叫什么 嗨哥 这个哥是那个哥哥的哥 对 分享很大吧 不小 我们来看看20位便宜老师 会为刘初涛打出什么样的成绩 来 请打分 他的成绩会是多少呢 各位请看大屏幕 94.1分 你的成绩呢 暂时排名第四 没能撼动我们 晋级区里的三位选手 不过没关系 暂时离开舞台 后面还会有绝地反击 好好加油 好吗 好的 来 假如送给 刘初涛 好了 在一首嗨歌之后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一席飘逸的红裙 优雅的小提琴演奏 他是北京军区 驻山西部队登场区的 最佳才艺奖 董哲熙 在比赛中 他时而积月 时而婉转的小提琴作名曲 令人如痴如醉 年度总决赛 董哲熙 带上你心爱的小提琴 展现最美的自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我敢问一下 学校的琴多少年了 学习小提琴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20年的时间 那你走进军营之后 也一直没有放下这把琴 是吗 对的 一直没有放下 非常的热爱 所以说今天看到如此精彩的表现 相信我们的点评老师 也会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来 这支曲子具体说起来呢 就是因为它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它大线条的部分的旋律发展步 那种在琴线上的这种舒展的这种挥洒的这种大线条的表现力 和后来中间的有跳弓 有顿弓 有这个很快的这种快弓的这种变化 很细腻 而且是在快速当中 有那种音量大小的控制 情感起伏的控制 和那个主要的音乐线条的旋律线的这种流畅性 做到其实挺不容易的 所以看得出来你还是基本功 扎实 这个而且你的表情比在初赛的时候棒多了 融入在整个的音乐情绪里了 曲目选的也很好 所以我肯定 我顶 我赞 谢谢团建老师 我们当然是位评演老师 要为董哲熙的演奏来打分了 来 各位请按键 那么现在如果你超过张帅的95.1分的话 你将进入到进气区 来看看成绩 95.7分 恭喜 来 那张帅我们用掌声把他送到带定区 谢谢张帅 好了 马上请出我们下一位参赛选手 北京军区空军部队分赛区最具前列奖韩赵 志载军营的好儿郎 轻量的嗓音沉稳的演唱 在徐世战事之星的舞台上 实现了儿时的音乐梦想 一直以来 韩赵总是获得最具前列的评价 年度总决赛他要爆发潜力超越自己 梦中的河流 躺进了小时候 蜿蜒的小路 永远没有尽头 鲜花一盛开 在星星的枝头 最美的声音是云朵的挽留 轻轻轻的耳语 贴在我的胸口 滚烫的热泪 抑制不住的流 还是那首歌 让你不堪挥手 山外的月光 随着梦一远走 喜马拉雅山 和听见我呼唤 在你的笔弯 跟时间去寻传 在这静静的夜晚 回不去对你的肩膀 这思念何时圆满 这思念何时圆满 很深情很动情 你的声音当中啊 非常的干净 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好的我们来听听 我们点评嘉宾的点评 我跟他特别像 因为你唱歌 我一听就特别接地气 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种声音 那您怎么出来这声音的 你这是夸他的是夸自己 不是不是 我说他特别接地气 他没有那个专业的 装饰的那些东西 如果要是让我 挑点毛病的话 就是高音呢 稍微有点扁 怎么才不扁呢 楚老师 他得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的功啊 我这个练了十年 我高音还没上剧呢 我这个可不容易了 我跟你说 但是非常好 跟您一样那么好 跟我一样 就是咱俩特别像 特别像 谢谢李老师 这是你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 你特别朴实 这点咱俩特别像 谢谢李老师 个儿虽然矮 不高 但是台上很大气 这点跟我一样 谢谢李老师 他自己的情绪 和他的形体表现 他的步态 完全融入了在这歌里 到最后时候 他的眼光是向上的 望着伟岸的喜马拉雅 虽然是一小歌 但是表现得很完整 很大气 我觉得气质方面非常好 我就不说跟我一样了 谢谢李老师 好吧 我们来看看 二岁平老师 会有我们的韩赵 打出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来各位 请看见 如果你的分数 超过95.7的话 那董哲熙就要进入待定区域 你就要做到晋级7里去了 好吗 我们来看看 韩赵的成绩是多少 各位 请看大屏幕 95.9分 你进入到军期区 也送董哲熙 进待定区 好吗 来掌声送给韩赵 好了 马上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她是二炮工程兵部队分赛的 超人气选手 雷义纯 军营生活中 她是可燃的小女兵 舞台上热辣的拉丁魅影 又令人眼睛一亮 现场呼声爆棚 宁度总决赛 雷义纯 在拉丁的浪漫与本坊中 捂出你的魅力 高调 亮出自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舞蹈奔放有力 我们也听听我们的点评嘉宾的这位小姑娘 什么要说的 来 我想说的就是 我有一种神奇的感受 小的时候呢 特别希望自己得到一个有魔法的宝贝 比如说神笔马良的神笔 画在画上就可以变为真的东西 实物 比如说孙悟空的金箍棒 画一个圈坐进去以后就绝对的安全 我在谁是战士之星的这个舞台上 我也感觉到有一种神奇 我觉得我感到的这个有魔法的宝贝就是我们的军装 谢谢 谢谢 来 伟东老师 能在这个我们这个舞台上能看到这么两位优秀的舞蹈演员 我真的特自豪 定位一个雷以纯一个 非常有魅力和光彩 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有一点啊 就是带有一点东方韵味的拉丁舞 以后应该再放开一些 再有一点啊 就是你的动作再丰富一点 就会更完美了 谢谢你啊 给我我们这么亮丽的一个舞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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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东老师 准备要打分了 来 各位请按键 如果你的成绩超过95.9的话 那你就要把韩赵送到戴定区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雷一纯他的成绩是多少 各位请看大屏幕 95.8分 就差了0.1分 没有能够进到我们的晋级区 不过没关系 后面还有绝地反击 好吗 掌声送给雷一纯 本场还有最后一位选手 来 掌声 有请 洪俊元 李凯 新影不离的大学统窗 同一年携手入伍的亲密战友 真相一对亲兄弟 他们是工兵兄弟组合 在二炮工程兵部队分赛区 他们的天爱歌声 走心而不炫技 你会看到我的爱 是不可多得的军营男生组合 年度总决赛 工兵兄弟组合 梦幻开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刑民文一下 它流 neither 看背不易 吧 意思是 对 隆 key ced 太阳到澹飞 宫丁兄弟 这首歌的曲作者就坐在台下 是我们的胡启东老师 这首歌曲我头一次听到 有两个男生 这种形式他展现 这个作品完成得非常好 那么说不足有两个地方 如果加上一些和音 从头开始到最后的地方 副歌的地方 两个人都是同路的 有一些和音在里面 二重唱的表现力就出来了 个别有那么一两个音 有点太耽暴 不过就是这样 也深深地打动我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所以我们的曲作者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点评嘉宾 他们今天这首歌啊 让导弹飞 我觉得正是我们部队舞台上 所需要的兵味 战味 这次文艺座谈会上 严肃老师曾经说 我们军人也有风花雪月 这是得到习主席赞同的 是吧 铁马秋风 战地黄花 楼川夜雪 冰棺冷月 我觉得我听了你们这歌以后 我感觉到了我们二炮部队的风花雪夜 也看到了我们二炮的艰苦 也许年底你们就要退伍 我就特别想知道 这个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一说起退伍呢 也是有一种不舍 如果我们退伍了回到地方上 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 我们永远保持着我们军人这一种 特有的本色 来我们二十位评语老师 拿出你们的按键器 为他们来打分 各位请按键 不过现在不为二位来揭晓 那么我只能说 如果两位的成绩超过95.9分的话 也就是把现在排在第三位的韩赵 寄到了待定区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请上我们今天 所有的八组选手再次登台 我们的八组选手呢 再次站到了舞台上 那我们要有请魏晨霞老师 来公布我们第八组 弓兵兄弟的成绩 请 弓兵兄弟组合最后得分 96.5分 恭喜你们 本场的冠亚继军也是诞生了 第一名 丁伟一 恭喜 第二名 弓兵兄弟 第三名 王彦林 恭喜你 我们先用掌声 欢迎送这三组选手 谢谢 好了 那么现在台上呢 还剩下五组待定的选手 下面将要进入到 非常残酷的绝地反击 三十秒 每个人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你们展现完毕 由我们的现场一百位 亲爱的战友 我们的大众评审 来为你们投票 票数在前两位的选手 将成功逆袭 跟刚才三位一起 晋级到下一场比赛 好了 现在进入到我们的 绝地反击三十秒钟 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一号 张帅 来 三十秒钟 即时开始 各位平民老师 战友们 大家好 我是明文警卫班 战士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大家支持我 如果大家不喜欢我的节目 也要支持我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的节目 会更加精彩 谢谢 好 来 三十秒钟 即时开始 来吧 三十秒 开始 请不吝点赞 三十秒 即时 开始 三十秒钟 笑话 好 到你了 大家好 我是七号选手 雷一纯 我想说的是 我还没有跳够 我想把更好的舞蹈 转现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我 支持我 谢谢评委老师们 谢谢战友们 谢谢主持人 来 我们的五位 都来到台中央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五位 谁会打动 我们一百位 现场的 大众评审 请按键 请按键 看一下你们五位的成绩 成功逆袭 成功逆袭的两位选手是 三十票的雷一纯 以及二十六票的韩赵 恭喜两位 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继续看到 韩赵多才多艺的表现 你说你还没跳够 对 还会有精彩的 对不对 对 好 掌声 算个两位 谢谢大家 那么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要离开这个舞台 还有什么想说的 来 哲希先来 虽然我今天离开了 当然 还是有很多遗憾和不舍 但是 我相信 我身边的战友们 会给大家带来 更精彩的 演出和节目 我也祝福他们 谢谢你们 拍客到你了 我想呢 借助金融大舞台 这个平台 对我的家人 也说几句话 妈妈 儿子当民十二年了 虽然 这么长时间 没有 没有对您 很好的照顾 但是您无怨无悔 妈妈 我爱你 你辛苦了 小猴 你说 我们结婚三年了 在一起的时间 还不到三个月 请相信我 等有时间以后 我一定会实现我们的作员 带你去 你想去的地方 很高兴 这次来到这个舞台 虽然此次 我离开了这个舞台 但是 我并不会灰心 我会在下届比赛当中 努力绽放自己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 让我们用你们的掌声 欢呼声 把这三位 非常出色的选手 送进我们 战事之心的大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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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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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 下次见 这个时候 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本场晋级的 五组选手 有请他们 好的 要再次恭喜 我们这五组选手呢 成功晋级到 我们下一轮的 挑战赛的环节 各位 下一场我们再见 我们下轮的 中文字幕——YK